翻滾男孩的成員孫生 近日與姐妹直播主 微微奶糖合作拍攝 模仿抖音影片 挑戰合體技 拍攝相關挑戰時 男女雙方必須面對面 其中一人站立 一人橫躺空中 一時自姿勢抱住對方 接著往左右翻滾 不斷換人站立 由於奶糖體重較輕 力氣不足以支撐孫生的身體 便更換微微上場嘗試 起初兩人雖然失敗了 但在不斷的努力下 很快就抓到訣竅挑戰成功 然而眼見的網友發現 孫生在挑戰時 一隻手放到微微一下 胸部附近 遭網友質疑吃豆腐 跟痛批他的舉動很噁心 揚言要退追蹤 在此孫生澄清表示 影片的主題是合體技 期間難免有肢體碰觸 不過大家只想要成功完成任務 當下並沒有其他的想法 直面二評的態度收穫網友讚賞